近日由刘依菲冯绍峰主演的电影《二代妖精》 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两位主演现身与大家提前分享戏中故事 眼观了心气飘飘的神仙姐姐 此次刘依菲要演绎一只《白虎小妖精》 现场公主爆冯绍峰也是二话不说 这刘依菲版本的《狐妖》还真是让人有一点期待呢 我觉得其实妖咱们谁都没有说 真正的说都是小说里面和一些影视的一些概念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表层的一个东西 最深层其实她就是在讲一个 一种对感情的一种执着和勇敢 因为女孩子她是非常勇敢 不论她是不是说有这个所谓的白虎的这个基因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愣 但是非常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 并且会去追梦的一个女孩 据悉电影讲述了冯绍峰饰演的身负巨债的 比平常多了点special 反正我挺煎熬的这场戏拍的 就是不是我想象的样子 我还被吊威牙 嗯 半空中的那种高难度的动作 这么复杂 最非常复杂 就是把她扑倒 然后吊威牙飞过去扑倒 扑向我 吊着威牙扑向我 躺在床上看着她吊着威牙扑向我 那种感受 那种视觉的冲击力 她怕我砸了她 砸了 没过去 你 我 没过去 呻 你 感谢观看